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有 有过一次 但是这一次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过程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这个大约是在五六年以前或者是四五年以前 时间接不太准 估计在五年左右吧 中国书写搞了一次叫做中国书写会员优秀书法作品展 搞了这么一个活动 我再说一遍 它的题目叫做中国书写主办的 叫中国书写会员优秀书法作品展 然后分配在各个省 包括咱们天津之下市 分配了名额 指定一些名额 在天津大概只到十七个名额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 十七个名额 实行天津书法协会这几个会员当中 有中国书写会员的身份的 大概有一百五六十个人到一百八十个人 超不过一百八十个人 少不过一百五十个人 这只有前几年 现在是不是有增多了 我没有统计 那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书写会员 大家都在参加这次的这个 优秀作品展 所谓参加这展览 因为天津呢 本地区来拼选出十七个人来 来报道中国书写 然后中国书写把这十七个人 参与了全国性的这个优秀书法作品展 那么就给天津十七个名额 等于天津呢 这么一百五六十个人 参加了这一次的总体展览 在天津先参加展览 然后当中挑十七份优秀作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和天津书写秘书长 大家在一起开会 就谈起这个问题了 秘书长也得征求我的意见 说你看这个评选工作应该怎么做好 我当时呢就突发奇想呢 提出一个民主选举的这么一个 民主评选的这么一个建议 我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这次展览 不要让少数评委来评 怎么办呢 所有参展人 大家都是参展者 又都是评选者 都是评委 我们大家互相投票 比如说我们展览了一百六十件作品 那么让大家投票 看看这里边哪些作品是被大家公认的 那么选出千十七名来 票数最多的千十七名 来参加中国书写举办的这个优秀书法作品展 这个建议呢 被秘书长采纳 或者或者是被理事会通过了 那好吧 那就按这个建议咱们搞一次 于是就搞了这么一个活动 最后结局是让人提小皆非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水平高 但是年岁大的老前辈没有能够参加 咱们年事已高嘛 就是七八十岁的 或者身体不适 或者有人出入这个这个行动不变的 就没有来参加 但是这些老先生水平都相当的高 只是拿来作品参展 而没有人到场 可是当到评选的时候 就每人发了一个这么一个卡片 上面呢就这些人的人名字 比如说这上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这些个人名字 你同意是哪张作品应该入选全国展 那么就上面打个对勾 不同意的你就身边不要填写了 就这样 每人发一卡 于是作品都挂在一个展厅里面 这一百五六十个人 大家都在这个作品前面 来拿着卡片来这个这个做拼选工作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民主的吧 可是结局是什么 比这个少数评委搞一次拼选 还要糟糕 这是真是让我食料不及的 因为我刚刚拿到卡片的时候 就过了这么两三个书法家 就过来跟我说 拿着他手里每人有个卡片 拿着卡片跟我说 就跟我说 田先生 这个上面我给您打对勾 就是我同意你的作品 参加全国展 那您是不是也得同意我的呀 你在我这个卡上 给我画个勾 交易 而且你无管你这个人 多么耿直 多么公正 面对着 面对面的这种人情 你毁绝不了 不好拒绝 无法拒绝 他就真的在你名字上 打个对勾让你看 然后拿着他的那卡片 让我在他那个名字上 也打个对勾 你说怎么办 所以被逼无奈 给这打了一个 又过了一位 田先生 你看 我给你打对勾 而且我知道 在这个展览当中 还有你的学生 我也打对勾了 请你给我和我的学生 也打对勾了 就这样交易 不仅是跟我一个人这样 互相之间都是这样 到最后 这个终结的时候 我当时入选之列 可是那些个没到场的老先生 却都名落孙山 你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下场 而且少数的这个书法家 就互相之间沟通 就你在我上画 我在你上画 就是互相交换这样画 画这个这个打对勾 所以我当时心里 就是非常难受 这种难受说不出来 是怎么能释放开 解决不了 危险坏 而且局面就是公开的 不是说非常 这个偷偷摸摸的 很隐蔽的 就是非常公开的 你看我这个 来 打一个 说来 打一个 对勾 所以弄来弄去 天津非常有名的 几个老书法家 都被淘汰 而一般水平这个 都跑到前面来了 所以我当时 最后定了十几个人呢 定了十八个人 不是入选十七个人吗 因为有两个人 同时都十七票 这两个人要选一个 而必须拿掉一个 我在这时候表态 我说我向大家道歉 这个民主这个选举 拼选是我提的建议 可是我对这个 拼选结果我不认可 这就是我的 所谓的梗子了 我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我因此提出来 我说我弃权 我不参加这次 中国书写举办的这次 优秀输入法做拼战 我不参加 尽管我的票数 还是比这些 还是稍多一点 但是我主动提出来 我齐全 我特别是后边 有两个十七票 这个你们两个票数相同 那么你们两个都参加了 我自动退出 结果大家都很惊弱 说好吗这样 而且意见是你提出来的 最后你不参加 我说我想不到这种局面 我因此 我就像辞职一样 引咎辞职 我把我自己淘汰 结果秘书长就非常认真跟我说 你这样说你负责任 你真的齐全吗 我说真的齐全 那你齐全好吧 那就那两位就同时加入了 其中有一位加入者 就是两个人竞争了一个票数的人 就说是天前我感谢你吧 我估计我们俩人在最后的讨论当中 恐怕我还得落选 你把这名课让出来了 那么我感谢你 中午我请你吃饭 结果中午就 他真的就请客吃饭 又有几个朋友跟坐在一起 他就请吃这顿饭 其实我何尝想吃的这顿饭 但是大家都觉得 行了祝贺你吧 祝贺你吧 天前让出这个位置来 你能够入选 你应该请客 就是这样一个恶作剧 结果大家中午吃那顿饭之后 我却感到非常的苦涩 啼笑皆非 这就是我提议的 这个真正的民主选举以后 带来这个结果 因此我思想非常矛盾 我的矛盾 在原则上 我仍然提倡 一定要民主选举 不要让少数评委说了算 这是我的一贯的主张 虽然这次失败 但是给我提醒 敲这个警钟就告诉我 我们的这民主 需要有一个时间 有个过程 由大家慢慢接受 和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 在初期的这个阶段当中 肯定还有会 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来介入 不健康的东西 腐败的东西介入进来 但是不要因此而因噎废失 就说民主一定要坚持 那么在 我还是前提就是在 不影响政治 这种大原则情况下 要多在虚数方面 给予书法界一些更多的民主 这是我的建议 尽管那次的 所谓民主选举失败了 但是我仍然痴心不改 希望民主继续发扬民主 大家虽然在现实当中 还不能完全适应 渐渐渐渐渐的有个过程 就会适应 我相信民主的到来 就是书法家 书法界的一件姓氏 应该对书法的发展 一定会起到非常有意义的作用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以字 这个以字就是以为的以 点化很少 但是技术性很强 我们把这个字介绍给大家 先用楷书 或者准确的说 用OT楷书的这种风貌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一个以字 大家注意看 这个字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下边的这个平 这个地平线 左低右高 它没有在一个水平线 中间呢 好像这是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好像这二者分家一样 距离的比较远 欧阳勋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好像距离的还远 我们呢 做了适当的调整 不是欧阳勋写的不好 是那个年代的审美 和今天的审美 有些差异 我们再写一下这个字 这个点啊 必须点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点的正当中来 这个字显得 好像是严谨 事件就没有味道 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点 点在这 当中这个位置 事件这些 没有味道 它这是一个组成部分 顺着这个挑风 顺联起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 接连的这么一个弧线 但是它摇指 它中间是断开的 不能够连下来 在技术方面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欧阳勋当年写是这样 写上这笔之后停下来 再写这一笔 然后再写这一笔 是这样写的 后人呢 渐渐地把这一笔呢 连续起来写 就这样 所以这个笔法是需要练习的 再看一下这个笔法 储随良写这个椅子的时候啊 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歪毛 过了 就太过了 这个地方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储随良偶然写口子的时候 也这样写 注意看 就这个地方太过 是可以有一个歪毛 老前辈呢 真这种写法叫歪桃 就像桃一样 稍身的顶端呢 有一点曲血 这个笔法是有的 欧阳勋用的恰到好处 储随良的实际水平 比欧阳勋并不低 储随良 于世男 欧阳勋 都是出唐四节当中的交交者 但是单就这一个点话来讲 储的这个笔画稍稍过了一点 不说欧写的恰到好处 欧呢 写到这笔的时候 也稍稍有一点这个歪桃的感觉 是这样 这稍稍有一点感觉 这就合适 如果这样过 这就太过了 所以我们把这点 就要向大家说清楚 再整体写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椅子不要以为点话少 又没有大的笔画 可是它肩甲结构很难处理 点话也很讲究 这笔注意稍稍歪一点写 注意歪一点写 不要写成什么来呢 不要写成这样的笔画 就直接的这么一个硬片 这个不讲究 再看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稍稍好像有点引带的作用 但是你要把这断裂开来 又看到这笔呢 有一点这么个趋势 不要太过 再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 诗纪以上的这个撇 这个短撇 哪一笔呢 就是这个 注意 注意 就这一笔 撇的时候一定要往里撇 往这两斜势撇 不要往下写 不要这样写 往下边这样写 这就没有味道了 我们有时候也非常的赞赔赵孟夫 就说他对于这个 有些技法上的东西 他真是研究到家了 他懂得写椅子的时候 这一笔不能够往下写 必须要横住写 向横住写 于是他宁可把这个片写 纠写过 就是片应该总体来说还是向下的 但是他宁可纠写平路 他也不写垂直 不向的这个术实方面发展 他写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写椅子的时候 是这样写 这笔平到这样来 他宁可这么拼 他也不让他这样写 所以在写这一笔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赵孟夫太懂得这个笔意了 他宁可这样写 这就稍稍过了一点 但是宁可这样过 他符合法则 如果你这笔 你是这样写了 这就不能用 失败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写这个椅子的时候 一定注意这个片 要向平处发展 当然不能是直平的 再看一遍 是这样 总体趋向是这样一个发展 不能是这样的 一定注意这一点 这是写好椅子的一个关键所在 好的 我们把结构问题 笔法问题 都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字还有一种写法 比如说在卫背当中 他这边直接写个三角 然后这边 再这样写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这样写 还有一种一体字 上面写一个扁口 再写这一竖 这样写 大家要记住 这是个以字 就是这个以为的以字 是这个字 这是个一体写法 在过去的前辈 书家当中经常这样写 比如说写完一首诗 或者一首词 完成了书法作品 最后就写成 写一个以应 这个应字也不是简化字 在过去草书当中 就这样写 以应 就是以此来 这个恭候您的批评 以应 某某先生雅正 用以应 就经常写这个以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以字 因为他和这个以字 这样写的话 差异很大 所以呢 一般人想不到 它是个以字 这是我们从楷书呢 介绍了笔法 结构 和这种 这个一体字的写法 这几种 我们来看看 这个字 行书 草书 怎么写 行书 这样写 草书 也是这样写 所以这个字 在行书 草书当中 没有很大的区别 稍稍有一点小的差异 也说不上是 兴书 草书 就是还有这样写 就这个地方 好像写了个竹子头一样 实际上 是把这一点 写在下面了 这样过来 这是那个椅子 所以在点完这点之后 给人感觉到这边 是一个匾人 这么写 所以这个字 在草书 行书当中 没有很大的差异 只是有笔意上的区别 比如说 这样写 规范写 这就是行书 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就是带有草书的这种特色 但是无关怎么说 这两个点要离得近一点 最后这个 要离得远一点 不要写成了这样的 这就没有味道 这三者均等就不好 这前面这二者是这样的 这就是保留楷书 楷书的这边 这三者离得近 那么这个 这又是一部分 这又是一部分 所以写草书的时候 这是一部分 然后这是一部分 要稍微距离远一点 我们最后呢 用这个楷书 行书 草书 再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写法 再注意看 我们用这个一体字呢 写个新书给大家看 再看看草书的写法 或者是这样写法 这就是一字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字 点画很少 而且有没有什么 比较长的 横 竖 撇纳 都没有 就是这么简短的 几个小的点画 组在一起 其实非常难写 而且不管是文言文 还是白话文 经常都使用这个字 因此大家 务必要把这些乙字写好 不可小看它 乙字是有难度的 字幕志愿者 杨